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啊,今天天气这么好,肯定会大有收获的 哈哈,都准备妥当了,就等着小鸟来自投罗网了 山顶上的捕鸟网拦住了鸟儿飞行的路线 有些长途跋涉飞来的鸟儿准备在山林中落脚休息的时候,就会被鸟网缠住 运气好的话,一天可以捕到上百只鸟儿 哈哈,今天运气真好,抓到不少鸟的 哈哈,真开心 回去咯 黄先生将这些捕捕到的鸟一些卖到餐厅 当然,他也会留下一部分自己做成菜肴来吃的 黄先生,你好,看来你今天的收获可不少啊 是啊,今天整整抓了两袋鸟 黄先生,这两袋子鸟我全买了 你出个价格吧 那可不行啊,我还要留一袋给自己吃的 等过几天,我再上山抓来卖给你 好吧,那就先给我一袋吧 黄先生,过几天你一定要再给我送下来 哈哈,您就放心吧 最近天气好,鸟也很好抓的 那就好 转眼前到了秋天 正是候鸟清洗南非的时候 也是捕鸟的最佳时期 于是,黄先生隔一段时间便到山上拉网捕鸟 黄先生,你今天又要去山上去捕鸟吗 唉,本来今天是打算上山捕鸟的 可是临时有事情要处理 所以无法上山抓鸟的 啊,上山捕鸟 是啊,你不知道黄先生,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捕鸟 黄先生,你怎么能将捕鸟当成自己的爱好呢 要知道捕鸟杀生那是很残忍的行为的 会遭受到因果业报的 是吗,老伯 我不相信什么果报 不瞒你说,我从小到大抓的鸟有上万只了 但是我一点果报也没有遭受到 话可不能这么说 鸟儿其实和我们一样,都是有父母亲的情感 就算你不相信果报,但你就忍心伤害这些小生命吗 那些鸟有情感,这怎么可能呢 我捕鸟那么多年了,也没有察觉出来它们有什么情感的 黄先生,今天你不是不捕鸟吗 那就快去送货吧,不要耽误你的工作了 嗯,那我先走了 两位再见了 再见 哎,他这样执迷不悟,终究是会遭到果报的 这一天,黄先生开着车外出送货 嗯,哇,好多大雁哦 如果能抓到一只大雁就好了 嗯,有一只大雁 哈哈,真是想什么来什么 这只大雁是我的了 还想跑,看你往哪里跑 哈哈,让我抓到了 黄先生用绳子将这只受伤的大雁捆绑在货车的后面 然后驾驶着货车继续前行 这时候,空中突然飞来另一只大雁 他紧跟着黄先生的货车一边飞一边发出认证悲鸣 而被捆绑在车后面的那只大雁也发出凄惨的叫声 空中飞来的那只大雁追上货车后便降落在了车子上面 并开始用嘴捉绳子,想把绳子捉断 咦,这是什么声音 怎么,你还想救你的同伴 别做梦了 这条绳子很结实的 你啄不断的 哼,我看是你飞得快还是我的车跑得快 黄先生这一路行驶得非常久 而天上的那只大雁一刻都不离弃 拼命地一边鸣叫着一边追赶着 货车眼看就要进入城市 车上面的大雁知道从此就要与伴侣生离死别了 于是杨静向外大声被叫 空中的那只大雁不过一切 突然飞降到车子上面 停留在那只大雁的面前 两雁依依难舍,以井相交不放 当黄先生将车开到自家楼下后 他发现车上面那两只大雁 颈部相较在一起,已经双双殉情而死 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只大雁一直跟着我的车 怎么会突然死在了我的车上面 唉,我曾听说大雁这只鸟 对爱情很忠诚的 一只死去,另一只也会自杀或郁郁而亡 我想因为你抓住了这只大雁的配偶 所以他才选择了和配偶双双殉情 一起死在了你的车上 啊,竟然还有这种事情 黄先生,我看你以后还是不要补鸟 多积善得吧 否则真的会遭到果报的 不补鸟?不行不行 那我可做不到 大雁忠贞的爱情并没有打动黄先生 他依旧经常上山拉网补鸟 没过多久 果报便降临到了黄先生身上 他背上忽然生了个大疮 四周又生无数小疮 疼痛难忍 医生,我是得了什么病呢? 后背上的这些疮好痛啊 唉,你这病我没有看过啊 是一种无名病啊 即使是再高明的医生 也难以治愈的 啊,不明病 从那以后 黄先生每天疼痛难忍 昼夜身隐 哎呀,痛死我了 我受不了了 报应啊 真是因果报应啊 几个月后 黄先生便因疮毒溃烂 痛苦而死 除湿放雨,得福报 汪师傅任职于一家鲜鱼餐厅 这家餐厅里最有特色的菜 便是烹调各种鱼类 对,就是这家餐厅 这里面做的鱼味道相当鲜美 嗯,的确如此 我也来吃过几次 这家店里做的鱼味道非常好 一走到这里 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哈哈哈哈 哎呀,让你们说的我肚子都饿了 今天中午我们就到这家店吃鱼吧 嗯,好主意 我们今天中午就在这里吃了 你们好 三位想吃点什么呢 老板,帮我们煮一条红烧鲤鱼吧 每人再来一碗鲫鱼汤 好的,各位请稍等一下 等会儿你们点的就会送上来 嗯,好的 这家店的生意可真好啊 当然了 每天来这里吃鱼的人很多的 要是来晚了 连位置都没有了 听说这家店 每天都要宰杀几百条鱼呢 有些时候都还卖不够呢 哇,师傅 客人点了一条红烧鲤鱼 还有三碗鲫鱼汤 麻烦你快点做出来 好的,老板 哇,味道果然鲜美啊 我说的没错吧 汪师傅的太太 对丈夫从事的这种职业非常担忧 老公,你回来了 今天餐厅生意非常的好 杀了净百条鱼 真是累死我了 啊,杀了净百条鱼 老公,你这么肆意下生 真的会遭到报应的 我看你还是趁早改行吧 老婆,你怎么说这种话 现在这份工作的薪水可是很高的 要是换份工作 哪能赚到这么多钱呢 可是你想过没有 你每天要杀害那么多生命 迟早是要遭到果报的 到时候就算有再多的钱 又有什么用呢 你不要乱说 哪有什么果报啊 怎么没有 你难道忘记了 你的同事刘先生是怎么死的了吗 刘先生和汪师傅 曾经同在一家餐厅一起工作 他们两人都十分擅长烹调各种鱼类 刘先生年纪比汪师傅大十几岁 而且从事这行时间又早 所以死在他手中的鱼更是不计其数 然而几年前 刘先生突然染上了一种怪病 他身上的皮肤像鱼鳞一般一片一片凸落 啊 怎么会这样 这就是报应啊 小汪 赶快改行吧 不要做这种杀生的行业了 啊 没过多久 刘先生便在痛苦中死去 老公 改行吧 想象刘先生死去时的样子 我真的很担心你的 太太的话让汪师傅有些动心 她开始有些犹豫自己是否应该放弃这份工作 不过第二天 她还是照常去餐厅上班 继继续杀鱼 煮鱼 没过多久 果报便降临到了汪师傅身上 他的双腿皮肤开始搔痒 用手一挠 脾气便会像鱼鳞一样 纷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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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纷 啊 怎么会这样 难道 难道我得了跟刘先生一样的病 这都是报应啊 小汪 赶快改行吧 不要做这种杀生的行业了 难道这真的是报应 就在这个时候 餐厅老板搬进了一个大盆 盆里有一条金黄色的大鲤鱼 汪师傅 你看我今天买到的这条鲤鱼够大吧 而且遍体金黄 哇 这么大的金黄色鲤鱼 的确非常罕见啊 是啊 我可是花了很多钱买的 你赶快把它杀了 我今天要用它来招待贵客的 好的老板 然而就在汪师傅 拿着刀靠近水盆时 盆中的那条大鲤鱼 似乎觉察到了什么似的 停止了游动 将头伸出水面 面对着汪师傅 嘴巴一张一合 难道这条鱼 是在恳求我放它一条生路 好吧 我过去杀害了无数条鱼儿 以后说不定也会像刘先生那样遭暴痛苦而死 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杀鱼了 我这就把你放生 于是汪师傅将大鲤鱼放进一水桶里 然后带到河边进行放生 去吧 你自由了 以后小心 不要再被抓到了 此时令汪师傅不解的是 这条大鲤鱼进入河中 并没有游走 而是围着汪师傅的腿 转了两圈 接着便往他的腿上吐着金叶 你快走啊 没过多久 好多鱼聚集了过来 也往他腿上吐着金叶 啊 这是怎么回事 哇 我的腿感觉好清凉舒服 一下子之后 大鲤鱼和重鱼纷纷游走 而汪师傅上岸后 发现他腿上的皮肤 竟然已经恢复正常 完全不痒了 哇 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腿竟然一点也不痒了 我明白了 这条大鲤鱼是为了报答我 而用自己的经验 治好了我的皮肤病啊 看来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话一点都没错 我发誓 从今以后再也不杀生了 回去后 汪师傅便辞掉了餐厅的工作 而鲤鱼餐厅 在汪师傅辞职后的第三天 便发生了火灾 餐厅老板被严重受伤 他这些年赚下的钱 也付之一句 哎 杀生 终究是要遭到果报的 多亏我及时醒悟 否则下场 一定更惨 是啊 老公 我们以后 可要多做一些放生 护生的善行 这样才能 弥补你过去犯下的罪业 嗯 好的 可怜的 鲨鱼妈妈 在这片海滩上 常会有很多人来这里度假锤钓 也由于这片海域非常适合雌性双绩鲨生产 所以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双绩鲨来到这里产下宝宝 您好 双绩少妈妈 您又来这里产小宝宝啊 是啊 因为这里非常适合生小宝宝 的确 我也这么觉得 不过这些年 人类占据了这个海滩 把这片原本美丽的海域搞得乱七八糟 哎 真怕以后这片美丽的海域会变得更糟糕 是啊 希望我肚子里的宝宝 以后换他们来这里生育的时候 这里的环境不要变得太糟糕 双绩少妈妈 你肚子里的宝宝也快出生了吧 是啊 我觉得他们今天就应该要出来了 那你要小心点 海滩上有不少人在锤钓 不要让他们伤害到你的宝宝啊 谢谢你 我会小心的 每到双绩莎来这里生产的季节 很多钓客都会来这里碰碰运气 每个人都希望能钓到一条 像双绩莎这样的大鱼 看你准备了这么好的钓杆 这次是要钓什么鱼啊 我今天可是针对双绩莎来的 什么 你说你要钓双绩莎 别开玩笑了 那种鱼不是你想钓就能钓到的 是啊 虽说现在这个季节是双绩莎来这里生产的事件 可是要想钓到它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不瞒你们说 我这次可是有味儿了 我准备了双绩莎最喜欢吃的幼儿 哈哈 你要是能钓上一条双绩莎 今天的午饭就我请客 好 以言为定 海中这只双绩莎妈妈感觉到自己马上就要生产了 为了让自己在生产时有足够的体力 她便开始四处寻觅食物 哎 体力快不行了 连条小鱼都游不过 这样下去可不行 要赶快吃点东西补充一下体力 要不然等会儿就没有力气生产了 这只饥饿的双绩莎妈妈在寻找食物时 突然看到一块漂浮在海中藏着鱼钩的肉 太好了 这是我最喜欢吃的鱼肉 吃下这块肉我就有力气生下小宝宝了 这头饥饿的双绩莎妈妈为了有力气生下宝宝 几乎完全丧失了警觉性 她朝着那块藏着鱼钩的肉有趣 嗯 好香的味道啊 这是我最喜欢的食物 啊 不好 这是鱼儿 这里面藏着鱼钩 咦 有鱼上钩了 难道它钓到了一条大鱼 不会吧 这家伙今天的运气怎么会这么好呢 天呐 这条鱼真的很大只啊 看来是钓到一只大鱼哦 它不会是真的钓到了一条双绩莎吧 被钓住的双绩莎妈妈在海里拼命地挣扎 可是挣扎没多久 它就没力气了 因为它感觉到肚子里的小宝宝马上就要出来 啊 好累 好累啊 这下该怎么办呢 我不能被人类吊上岸 我肚子里的宝宝我还没有出生呢 咦 还想跑 啊 不好 我肚子里的宝宝要出来了 双绩莎妈妈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想留在海里把宝宝铲下来 可是它实在太冷了 最后还是被鱼线拉出了海面 哼 还想逃 你跑不了的 哈哈哈哈 是一条双绩莎 太棒了 我今天真的钓到了一条双绩莎 天哪 它真的钓到了一条双绩莎 快 快把它拉上来 别让它跑了 嘿嘿嘿 看你还往哪跑 已经无力逃脱的双绩莎妈妈被拉上了海滩 就在这个时候 它肚子里的宝宝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出来了 哼 不好了 宝宝就要出来了 不行 我得赶快游进大海 如果在海滩产下宝宝 那我的孩子们一定会死掉的 双绩莎妈妈想到这便用力往回游 真是的 这条双绩莎还真是顽强 竟然还想逃跑 当这条双绩莎妈妈被拖上暗号 它生下了一匹鲨鱼宝宝 但由于生产时双绩莎妈妈已经离开大海 这条双绩莎和它的宝宝因此不幸全部死在海滩上 哈哈哈哈 这还是接怀孕的双绩莎啊 哎 这条双绩莎已经生了 但是好多的小鲨鱼都死了 它们真是可怜 我看还是将它们放回大海吧 要不然它们真的会全死在海滩上的 不行的 我一直想钓到一条双绩莎 今天好不容易钓到了 怎么可能还放回去呢 人们常为了自己的私欲 而残害许多无辜的生命 这样残忍的心扉正是我们人类应该反省 并及时改过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弘阳佛法立众生 不论昼月转法轮 开启生命电视台 佛陀教义广推行 各位生命菩萨阿弥陀佛 佛要我们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弘扬佛法叫大转法轮 生命电视台24小时 用卫星电脑在全世界大转法轮 所以各位一定要多打开生命电视台 也要让生命电视台大转法轮 要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那么弘法以外还要利益众生 那利益众生各位叫放生 布施超度施食 这也是生命电视台在推广的 所以愿大家按照佛陀的教法 圆满生命 阿弥陀佛 举办八观摘戒法会即修持准提法门 佛为敏念未来诸众生的缘故 宣说过去七聚之准提如来等 佛母准提陀罗尼 若有四众受持此咒 满九十万变 无量节来 五无间等一切诸罪 西皆灭除无余所在深处 皆得执欲诸佛 所有自聚随意充足 竖得成就无上菩提 修持准提法 蒙诸佛庇佑 光明广片照 灭罪征服会 恭请赞江法师赞同法师 共同煮法 日期四月二十七日星期二 上午八点半开始 下午两点 念佛共修即准提法修持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现场备有免费消灾 超建牌位 供大众填血 新逢释迦摩尼佛佛诞日 善行与恶行呈一千万兆备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举办 恭送玉佛功德经 金刚经 即佛浅大共 恭请广护法师领众 日期五月十九日 星期三 上午九点 恭送玉佛功德经 即佛浅大共 下午两点 恭送金刚经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敬请与惠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水 除了你所知道的 占有人体70%之外 你知道 非洲女性 每天花费取水的时间 比工作时间还长 地球上渴望水来生活的人 无法想象 在干旱来临时 你想拥有的是一杯水 还是一百万呢 人对水的需要 仅次于氧气 要生存就需要阳光 空气水 在气候变迁 全球暖化的影响下 呼吁若只是一种口号 与过程 换不起人类的省思 那么总会有那么一天 人说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生活中用水习惯 只要稍微的一个小动作 与二次利用 万众一心 必定众志成成 更别忘了 水有八德 供养十方 灼珠二叶 六道清凉 红阿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